佛菩萨以法界为家了 诸位在经文上也看到 长级光土 身土不二 法身跟进土是一不是二 所以宗门之时才说 净虚空便法界是沙门一之夜 这个说法更殊胜了 谁不爱自己的眼睛 净虚空便法界是自己的一只眼睛 你会这样爱护他 会这样照顾他 这个人真正认识自己了 真正爱护自己 所以我们懂得 爱护一切众生才是真正爱护自己 众生的善果就是自己的善果 众生造物业就是自己造物业 众生堕三图就是自己堕三图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要问 众生行善得善果 佛菩萨欢不欢喜呢 众生造业度悟到 佛菩萨难不难过呢 如果佛菩萨欢喜 佛菩萨难过 佛菩萨又堕落成凡夫了 祝佛菩萨用心如镜 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他看众生 行善得福 真欢喜 真欢喜是无欢喜 无欢喜是真欢喜 众生堕三图堕阿比地狱 他真难过 真难过决定没有难过 没有难过才是真难过 你们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 这个意思很深呢 跟你讲真的 真的没有气息 没有动力 那是真的 他是真词 真悲 真喜 我们体会不到 唯有欺辱这个境界 你才能观察世界 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 夜莺果报 是一回什么事情 佛法跟世学 不一样 世间学术 不能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 奇心动念 他用的是虚情假意 怎么能解决问题 所有一切动乱的根源 是从虚情假意生 虚情假意 怎么能解决虚情假意 我现在能解决